那么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 所以不应当有蒙蔽的东西把它遮盖起来 耶稣基督是神荣耀发出的光辉 却不应当有那些遮住神的光照耀的东西 那那个光辉是神本体性存在这些射出来的光 所以现在我们接下去就思想 光这件事情是何等的奥秘 其实圣经里面这些把神描写 用最简单的名词表达 一共有三次 第一次上帝就是爱 第二上帝就是生命 第三上帝就是光 大家跟我说 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生命 上帝就是光 这三件事是用最简洁的字 来表明我们神的本质是什么 用英文很奏巧的三个都用L就开始 神是爱 神是生命 神是光 圣经清楚告诉我们 这是对神的了解最简洁的描写 而这些的话呢 在别的宗教里面是没有的 你注意呢 在可兰经论到神本性中间最伟大的话语 只能说 神是怜悯的 神是良善的 神是慈悲的 就用这个阿拉伯文 可兰经 是充满恩惠 充满慈悲 但是他是 但是没有说 God is love 你明白吗 所以只有基督教的圣经 把那本体性的本质 这就提出来 不是神有爱 神就是爱 你看到不同的地方 不是上帝充满爱 上帝当然充满爱 但圣经这就说 上帝就是爱 上帝是有生命的 不是 假神是没有生命的 那我们的神是有生命的 我们的神就是生命的本体 那本体性存在的上帝 他就是爱 他就是生命 然后说什么 他就是光 你不要倒过来 既然圣经说 神就是爱 说爱就是神 我一路爱你 你就变成我的神 我用我的神来爱你 我的神圣的爱 一路爱就是神 神就是爱 你不要倒过来 神就是爱 不可以导致爱就是神 神就是生命 不可以倒过来说 生命就是神 神就是光 不可以倒过来说 光就是神 因为你倒过来的时候 你可能犯上很大的错误 那现在这个就是呢 特别是用这个 我们人的语言的文化里面 identical 神就是 那么这很危险的 我个人的副教学里面 我不相信analogy 用类比学去证明 上帝是可信的 这是很好笑的 这是一个从前的 这叫Thomas Aquinas的思想 我不能接受这种方法论 因为神的本质 超乎一切受造之物之上 神与被造之物之间的分别 不是层次 也不是分量 更不是程度上的不同 神与受造之物之间的不同 是本质的 是完全遮忆的 不可相遇的不同 所以以受造之物 做类比 analogical 来类比什么叫做神呢 我个人是不接受 所以呢 我们今天不能说 神就是光 所以光就是神 如果神就是光 就等于光就是神的话 那么呢 每个手电筒里面都有神了 每把电筒里面都有神了 那不是很危险的事情吗 所以呢 我们不能这样讲 神就是爱 所以爱就是神 你只能说上帝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呢 就住在上帝里面 这个圣经讲的 因为这个纯洁的爱 只有从神而来 一个人在纯洁的爱里面 也真正的爱的时候 来生活的时候 他已经在神的恩典里面生活 这个可以讲